早安 今天這條影片都會是vlog來的 我已經決定了 可能每個月都會抽幾個星期 不是幾日出來可能拍一下vlog 雖然應該沒什麼特別耐用 但因為之前經常都見到大家會跟我說 不如來拍多點vlog 大家應該是不是都其實挺喜歡看vlog 我自己覺得 試一下看看這個系列 大家會覺得好不好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告訴我 今天我就不用上班 我就約了出去做指甲和脫毛 我以為自己可以早起床自己做早餐 但原來是不行的 現在已經有少少說不及時間了 所以我現在先出門再算 我現在已經出國了 今天又下雨了 大家看看我指甲的情況 其實已經有少少崩了 因為已經做了一個多月了 然後我這次找了一個 我在IG看到其實是指甲貼的 不吃了 我覺得很漂亮 不知道他們能否做到 因為我要畫一些星星應該都要多少時間 我期待了很久了 因為我一看到這個款我已經超喜歡 我剛剛已經做完指甲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 我待會要在陽光上展示出來 這隻閃閃就很漂亮 而且星星的東西都畫得超漂亮 每次我做完指甲之後都會有人問我 這些指甲是哪裡 我會打回他們的IG出來 然後我現在就在等著脫毛 因為我脫毛也是在這間店裡做的 其實以前小時候 我是有去雙熟的美容院 以前有做過採光脫毛 因為我以前沒有那麼輕激光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經常繼續做 有些地方其實是沒有脫得乾淨的 手都還OK 但腳是真的事隔這麼多年之後 都有生出來 所以我也有在這裡做全新脫毛 真的很漂亮 我這個指甲的主題是叫做 抓住夏天的美白 因為我剛剛做的時候 我也有問過美甲師 我說我只能做這些款 但我都說不要緊 因為我還會出海玩的 我相信 我現在就在等著 美容師傑幫我做塗毛 超快我已經脫了手手腳腳了 我想給大家看著一個位子 為什麼我還沒有換衣服呢 我想給大家看下我這裡 超恐怖 這是我前來玩手方法的時候 因為同一個動作做得太多次 所以生產成這樣 剛剛美容師超好笑 我還跟她指好像被人打 她跟我說喝什麼被打 不用擔心 Queens 蛇快要做完 激光脫毛和彩光真的有很大分別 我想說小時候去脫彩光 真的會逐一逐一打下去 然後每一下打其實都會有感覺 都會有一點彈彈的感覺 特別是一些很敏感的位置 架底那些 但是激光真的完全一點都不同 所以如果大家未脫毛的話 特別是女生 一定要脫 最重要脫什麼 我覺得是手 腳和手指這些位置是勁隔眼的 所以如果大家未脫毛的話 一定要脫 好 那就完成了今天 第一個行程 我要去吃東西了 出來有日光了 看看 真的好漂亮 我之前有一間水晶店 是一直都很想去 但是又沒有空去 我打算去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開門 我剛剛已經去了 我想去那間水晶店 買了一條月亮石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其實這間店 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就是朋友介紹的 而且我從來都沒有買過水晶 是真的 最近突然想試一下 所以就買了 等我買完之後 戴了一輪 看看感覺如何 再跟大家說 其實它也挺漂亮的 陽光底下看也挺透的 而且剛剛照下來的燈 是有一點藍光感 超美的 我現在就坐下了在咖啡店 吃我的午餐 就是四點了 我今天才吃第一餐 我那次很厲害 所以我點了一個 不知道大不大份 類似全日午餐 點了這個 類似全日午餐 但是是一鍋 還有 竟然久違地點了一杯熱拉提 很久沒喝過熱飲料 好像喝了這個杯拉提 好了我已經回到家了 本來今晚都有想過煮飯 但因為外面又下大雨 還有我剛剛回到樓下的時候 我就去了樓下的雜貨店 買了 哇 兩個大膠箱 下面這個大的就是 我打算放在我的衣櫃那裡 因為我真的買了太多瑜伽衣服了 我的衣櫃已經不夠我 所以我就嘗試利用它的高度 打算放到櫃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變相 加多一層 讓我可以多放一些衣服 等待機會回來之後 我們再看看吃什麼 如果有看過Room Tour的大家 應該都會記得 我這個衣櫃打開了 它每一格裡面是有這麼高 所以其實是 都會有點浪費空間 這個剛剛已經消毒了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多一層 放在裡面 好像放在下面這一層好一點 不好意思 我已經換了一條水褲 這一堆衣服搬上去 哇 哇 真的忌忌忌忌 這個櫃 我這個就可以拉出來 然後就可以多了一層 嗚呼 因為你看到好像這邊的位置 全部都是剛剛好 但其實我外面 是一戴都已經洗乾淨了 但是沒有位置放的衣服 因為我剛剛個星期 買了十幾件瑜伽衣服 我說了我會拍開箱的瑜伽衣服 這個方法真的很聰明 放一個櫃桶下來之後 這裡還有一條褂 可以拿到裡面的衣服 還有我已經放了一點瑜伽褲進來 是不是很開心啊 這樣漸變色看著 裡面還有位置 我可以一次過放完 因為有些還在洗 這些把顏色這樣順著放在這件事 整件事是不是很處理了 但我真的不是處理了 我們今晚吃泰國菜 好像很豐富 都叫了多少東西 謝謝我的Foodpanda專員 15元允費 我突然又想說回 我說了十次被人聽的笑話 話說有一天 為什麼你白了這麼多 你知道就好啦 你知不知道 因為他的皮膚那麼黑 有一天有速遞打來 那是我聽電話的 他問問在家裡 我說有啊你上來 然後就是他去開門 一開了木門之後 速遞哥哥還沒看到他 就在這裡說 你好啊送速遞的 然後他一踏出門 速遞哥哥一看到他之後 就突然轉了Channel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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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人啊 菲律賓啊 菲律賓啊那些 那些 就因為真的他膚色 那我也在想死了 我應該跟他講廣東話還是 講英文呢 然後就算了 給你解釋 OK 他原來穿濕了 今天這個人不知道做什麼 他說約了中學同學吃飯 但是你看他穿得明明就熱到死 堅持穿長袖襲衣 什麼意思啊 究竟 嗨 大家好嗎 給大家看看你的行 湯牛折杯 我們下了來家附近的茶餐廳 等一下下午我約了Hayman去café 但因為時間有點尷尬 所以我也覺得起床要小心點 我發覺自己整頭髮經常都很容易 不懂分中間那條 我打算摘在這邊才發完 原來這邊又分多了 不過不要緊 應該出這條片的時候 出了一條片髮教學的了 現在我摘這個頭 片髮教學裡面也有教的 實在太趕時間了 今天頭也好像摘得不太好 不要緊 出去再撿 這是一個很趕時間的OOTD 上身這套套裝和褲都是bubble 我超喜歡這套衣服 出去再拍送給大家看 這條褲 是把人拉高多了 五時的 嗨 你看看我們今天已經出來深水埗這裡了 然後今天剛剛來到她說她超冷 對 她說超冷 因為她覺得太熱 我也是喝 我也是喝 抱歉 剛剛走出來的時候 不斷地跟她說 我是熱到黏了 我的餐很遠 我是這個老腰 然後我裡面是吊帶雪房 她是穿針織衣 因為現在要開始拍秋裝 韓國的時裝已經轉季了 我們點了兩個 這個是不是又是牛角鬍 格子餅 好像很脆 我超喜歡吃 這些puffles真的很好吃 我們在剛剛那裡拍了很久的照片 結果過來對面一間 都是咖啡店 精品集合店 然後她現在在叫我買 一個頸鏈 我沒有叫 你沒有叫嗎 我之前有一次已經不小心 上網把東西放在購物卡 因為我超不想買 1500元可以換這個盒 林小姐說可以跟我一起買一雙耳環 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是選了一雙耳環和兩條鱗 這套真的很漂亮 它的尾巴也很漂亮 有細緻的 嗨 現在回來了一個 是不是覺得有點熟悉的場面 因為我回到自己家 今天有家人生日 我想說我剛剛開機拍片之前 我打算開個桌燈 我簡直是不記得桌燈是怎樣開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我以前的room tour 應該記得這個場子 這個就是我的房子 因為我這房子已經被我妹妹霸佔了 所以現在這房子已經完全不同了 好像有點亂 我沒有看到一定會說我 這麼亂都拍出來給人看 我們今晚吃壽司 哇 多漂亮 大學生 嗨 你自從在泰國的Vlog之後 應該沒有再出現過你現在站在這裡 你看小朋友現在高度 哇 為什麼好像又高了 好了 我已經回到家了 我剛剛在這裡看 我今天下午買的那些飾物 想給大家看 今天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我是跟Hayman夾了 其實他只是買一對耳環 買9500元就送這個手飾盒 其實我最想最想得到他這個手飾盒 他有兩種顏色 我最後選了深藍色 他還有粉紅色 打開裡面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耳環和戒指 下面還有這個盒子 超漂亮 其實我本來應該比較喜歡粉紅色 但是今天Hayman是這樣 我覺得深藍色 他這個刺繡會出一點 所以我就最後選了深藍色 都真的很漂亮 而且整個積感都很好 給大家看 除了那兩條頸鏈之外 我就還買了一對耳環 就是一個類似歐美很流行的 Hoop的風格 上面有一些閃石 本身是在戴著一點 Hoop的一款 如果大家在耳朵上就是這樣 很漂亮 而且它的飾物都是18K度金的 所以我想應該長大都沒什麼問題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歡看這些 真是日常到不得了的Vlog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Like了這條影片 還有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告訴我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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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